台东海端乡代表会8号上午举行的罢免主席案 在政府主席都缺席的尴尬情况之下 以出席三票赞成三票的结果通过了罢免 成为台东自治史上第一件通过罢免案件 代表会主席朱湘梅他无奈的接受投票结果 不过他强调说下一届选举他还是会继续出马 简单宣示罢免案通过 台东县海端乡代表会创下地方自治史的记录 成为成功罢免主席的第一个地方民意机关 罢免案通过之后出席的三位代表分头向工作人员致议 时间回到半个小时之前 胡金智张荣静和胡天国三名代表出现在海端乡代表会 罢免主席案会议开始 他们认为现任的主席朱湘梅行事作风我行我素 还曾经将一名职员的烤鸡打上冰等 才会联合提出罢免案 很多事情都在一个人他决定 就好比说今天这个会期要演会也没有跟我们代表做一个写商讨论 那一些关于那个小型建议工程的部分也都没有没有做造造原本计划大家就是平均分摊嘛 他可能是挪用的比较多造成一些我们的一些困难 海端乡代表会包括主席在内总共有七位代表 不过其中两位代表因案停职停权 不应行使投票的权利义务 加上政府主席都不出席 三位代表就以三票全数压倒性通过 创下台东自治史上第一个记录 县府民政处也确认罢免案依法生效 一年多下来并没有看他有所改变 反正是变本加厉 才导致今天引起一些代表的不满 再动发生罢免案 遭到成功罢免的主席朱湘梅 在电话中喊冤 说他被迫任人摆布 不实在的那个不是乱栽赏我的一些文字 他讲到那个工程什么 我强制使用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我自己在做 那个都是骗人的 都有一个建设工程及议案可以围经嘛 都查得到的嘛都看得到的嘛 散会 朱湘梅最后强调尽管遭到罢免命运 下一届湘梅代表选举他仍然会出马竞选 用得票率反击罢免的耻辱 记得赖永诚海灯香报道